音樂會開場 見到舞蹈員身穿漢代長袖衣裙 伴隨著古典音樂跳起了長袖舞 舞者相比法力 將袖體舞向空中 幼美的姿態 給人一種空靈神秘的感覺 據介紹 今次音樂會共分為 漢律旁風、綜藝雕蘭、名樂九州、 聖世華章四個樂章 這次我們音樂會的設計靈感 源自於我們古墓博物館的 典藏的一些磚雕壁畫 我們是通過長袖舞、雜劇 以及民樂的形式將它復原出來 那在最後呢 我們還創作了一首民族歌曲 希望通過音樂的形式 不僅讓大家能夠體會到 我們過去古代的傳統優秀的樂文化 還能夠感受到我們今天國家的繁榮昌盛 音樂會將古墓博物館中典藏的壁畫 專雕中的樂武元素 和洛陽口重的歷史文化相融合 新穎的表現方式得到遊客的一致好評 演員們表演讓有一種場館裡邊壁畫 動起來活了一樣的感覺 很美很有創意很新穎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洛陽看一看 這次音樂會呢 就是用時代的藝術語言 去推動文物的活化利用 這是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 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讓文物的價值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 未來我們也會深入地挖掘文物內涵 合理利用 讓更多的文物活起來 動起來 創造出更多的文化場景和文化體驗